总部位于香港科学园,市场估计融资额达2170万美元,约1.69亿港元的人工智能和机械人公司,早年已研发出全球史上首个拥有公民身份的机械人。 索菲亚仪声明着起,公司今年初更推出社交型机械人,面向普罗大众,创办人大为看心,人工智能机械人将来会应用于多个领域,与人类一起令社会更美好,在美国长大的看心,从小对数学和自然科学有兴趣,科如时爱看科幻小说,他取得艺术学士学位,互动艺术与工程博士学位, 增任迪士尼的雕刻师和技术顾问。工作包括为主题公园研发机械人技术,他把机械人看作可与人门,交流的雕刻艺术品,其后更自立门户,研发有表情的机械人。经过不断改良,其机械人可做出微笑,眨眼及皱眉等多种面部表情。 公司早年研发的机械人索菲亚,在2017年获授沙特阿拉伯国籍,更是全球首个机械人勇公民身份。索菲亚的皮肤由一种纳米技术材料造成, 像人类皮肤般具弹性,另有摄像镜头、传感器等,可助观察周围,再结合念部和语音识别,语言处理等,让他与人们交流。 看心艺术2013年时创业缘起,是希望为机械人赋予人性,透过制造有智慧,有同理心的机械人,帮助人们解决社会问题。 当初创造索菲亚,是作为平台以进行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研究,目标是让他可以人类进行深入对话,传递情感,继而与人类建立心口和有意义关系,在希腊文中解作智慧, 追求人工智能是他们的目标,期望索菲亚可融合成为社会中有用的一员,参与协助研究,救援等工作, 看心足指,公司创造机械人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啟发,鼓励及支持新一代成为未来的科学家,工程师,开发人员及机械人专家等, 预期与STEM科学、技术、工程及数学,相关的工作崗位数量,在未来预期会急速增加,但现时欠缺相关的人才, 由于看到索菲亚的受欢迎程度和人们对他的好奇心,于是创造了大众市民也可负担,可编程的社交型机械人, 帮助小朋友以安全和互动的方式去学习STEM,编程及人工智能,帮助培育有潜质的STEM人才。 早前有报告指,全球机械人产业市场规模在去年上半年,增至279.8亿美元约2182亿港元。 随着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,机械人的应用会由工业领域向服务业渗透, 并预期以家用、娱乐休闲,以及医疗用途所占的市场份额最大。 他的梦想是,人类和机械人未来可共同协作,令社会更美好,机械人可用在很多范畴, 例如对抗疾病、清洁环境、做危险的工作,也可更有效地传播知识和分配资源, 令偏远地区的儿童接受较高质素教育,有基本的病症诊断等, 值以改善教育、医疗及贫穷等问题。 他总结,创业以来已筹到足够资金,在人工智能、机械人等方面取得巨大进展, 然而他们拒绝透露融资金额,只说有红心的同时,亦相对折剑, 而他对创业者的忠告是,保持梦想,相信可成真,但也不要忘记与工作与娱乐, 变身小朋友老师边门边教。 的汉心表示,的计划多年前已开始,他和团队全程投入,投放了大量时间, 心机及金钱,将他由概念变成现实。 其对象是8-13岁的中小学生特别是女孩子。 产品可以为小朋友带来社交乐趣和STEM教育, 让他们在小小年纪开始接触人工智能和机械人。 同时激发孩子创意,他表情多多,可以走路,讲故事,说笑话,玩游戏, 唱歌及教小孩子STEM等,成为小朋友的人工智能老师。 产品在三月底刚完成在众筹平台上的母款活动。 最终筹得26.96万美元约210.200万港元。 现时在另一个众筹平台继续集资,他们之后会先向支持者和预定者赴运, 然后在美国销售,及后再扩置全球。